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的时候做导游 因为可以到处跑嘛 现在也很年轻 那现在呢 你可能做管理的工作做的比较多一点 30年的导游的感觉是什么 不是导游 是做旅游的感觉是什么 我当时候我觉得说我年轻嘛 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不用钱 可以跟着出去玩 然后呢 旅游其实是一个让人家很开心的工作 那我想这个工作也不错 那而且在这个30年前 那当时候的旅游是一个属于高消费的一种方式嘛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 你也喜欢看世界嘛 对 当时候大概没有太大的那种感受 说世界是什么 只想出去看一看 对 那没想到就说一走下来 30年 就这样过去了 对啊 其实你应该说是你是很爱这个行业的 否则的话一件事情也不会做那么久 尽管你是说这个在前台后台这个都有 但是说这一件事情能够做30年是你自己的passion 你爱这件事情 对 也是 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没有 你假如没有那份热忱的话 一份工作你想要做30年不容易 不容易 对啊 那当然说到 Frank在刚才在录节目之前在跟我说 基本上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很少的 是 对啊 然后你尤其台湾 台湾通不用讲了 那欧洲通 对 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有将近20年的时间 我一直都在欧洲带团 所以真的是所谓大街小巷 可能我比美国还熟 美国你也很熟啊 然后你也在中国安排大家去玩 所以其实中国你也比可能 说到中国大陆 你可能比很多像我们这样的 这个从大陆移民来的美国人还熟 当然不敢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 我们说大家要计划夏天到哪去玩了 那而且是你看啊 现在我们说到旅游 跟你说那个时候很贵啊 这个奢侈啊等等 30年前 20年前 10年前其实不一样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internet的发展 网级网络的发展 给大家的旅游也带来了很多方便的 对 其实以往呢 大家就是很依赖旅行社 对 那当时候呢 也没有那么多的广告 那就是靠旅行社的业务员 然后开始去到处去挨家挨户去问 我的朋友啊 什么 有没有人要参加什么样的行程 那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你到处你都可以 就是说不管在电视上 在电脑上 internet上 你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所谓的旅游广告 而且非常的方便 你不一定要走到旅行社里面 你才能够买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所以这整个整个一个一个变化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对 当然了 还有一个旅行社就是一个口碑 对 大家互相说介绍你到哪去玩 你跟谁合作 那说到你们美国亚洲旅行社 那也是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最喜欢的一家旅行社 谢谢 下一个单元呢 我们就要请Frank跟大家聊聊 暑期就是暑假期间 我们怎么样安排旅游 然后旅游到国外呀 或者是在国内旅游 又要注意一些什么 好不好 好 下个单元呢 不要错过了 我们待会见